這個應該有三公分有 很扯這個好扯 然後鮭魚卵跟半熟蛋 這個超爽吧 它真的甜到爆 它是我今年吃過最甜的生魚片 大家好 這邊去店裡有隻魚 幫我們兩個擋住 好大一隻魚啊 這邊有很多這個魚 海金蟲 它不是白蟲雖然都是蟲類 但是它就是金色的 它的邊邊跟這個尾巴的部分 有金黃的部分 它是這個店家自己在屏東那邊的外海 洋池 就是洋在海裡面的 它不是無聊的餘溫而已 那它這邊有分不同的大小 就是有不同的價位這樣 你可以來自己這邊挑選這個冷凍的 而且它其實都已經去腮去內臟 結凍直接下去煎 逢年過節 非常酷 好像在那邊海鮮處 對啊那我們現在到底在幹嘛呢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 在台北的臨申北路南哥東港流 當初呢 我知道要來拍攝這種生魚片店家的時候 我內心的幻想的畫面其實類似就漁港 髒髒啊 小小的黏黏的 然後昏暗的等光之類的 然後 就切一下生魚片給你 但不是耶 這邊的第一 裝潢很舒服 很有日式的感覺 很像那種日式的冰店 然後是咖啡店 沒錯 這種木頭 木質 這邊當桌偶店開也不錯耶 真的太小 然後 它裡面的這一切的那種質感是非常 塑造得非常好的 還有設計感 門口你一進來就會看到一個櫃子 上面就會有放他們今天新鮮現切的生魚片 就是可以外帶的 他們這邊厲害的就是在於 叫東港流 就是他們的漁獲都是從東港上來的 老闆呢 很不容易問就是南哥嘛 就是我們Logo上面那一位 對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這邊呢 介紹這邊的商品以及這邊的菜色給大家認識一下 他們不只有做這種冷凍的漁獲 他們還有現場可以坐在這邊 吃他們現切的生魚片 丼飯烏龍麵之類的東西 對因為其實他們主要是跟其他餐廳合作 他們的漁獲是供給其他餐廳 那老闆就希望說客人也可以來這邊 用便宜的價格享用生魚片 所以就開了一間小小的店 對阿真的是蠻便宜的耶 它這種新鮮魚貨這樣子 我本來以為會超級貴 畢竟在台北嘛 我講說鄰城北路 哇那一定盤到爆 但其實一兩百塊就有耶 可是它中和的生魚片只要250 蠻強的喔 我們再來看看好不好吃 而且又不是普通的生魚片 好的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開動啦 滿桌的這個生魚片料理啊 哇好想吃喔 從事都要留下來 東港大家都知道 最盛材就是鮪魚嘛 但是呢生意太好了啦 鮪魚沒了啦 一點喔 就有鮪魚了 沒有鮪魚了 沒關係 它有很多厲害的 自己養的金鯧 聽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哪些東西 凍飯 特選 南哥特選 這邊是 鴻肝 鮭魚 跟他們的 海金鯧 就是剛剛講的 自己養的海金鯧 然後這邊 鮭魚青子洞 鮭魚青子洞 這個鮭魚厚到誇張 而且中間還打了一顆半熟蛋 這個應該有三公分有 很扯 這個好扯 然後鮭魚卵跟半熟蛋 這個超爽吧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 綜合生魚片 基本上跟我這個飯上面是一樣的 對 就是看他們每天的魚種 對 他們當天都會現切 放一些些在那邊 因為他們就想要追求一個 新鮮現做的感覺 不會擺太多 然後那個很特別喔 那種金鯧炸的 它長得像豬排的有沒有 但是它是炸魚 炸的金鯧排 咖哩炸魚 很可愛 然後最後這個是烏龍麵 一樣 上面放了一模一樣的配料 的這個生魚片 然後它是這種烏龍沾麵 對 就是看你要淡的吃 或到地去都可以 哇 其實我光看到我就覺得很爽 尤其是搭配著他們這個 右上角有的一個螢幕 就是我們南哥的漁船 現場直播 對 它會給你看它漁船看到的那些風景 那當然因為南哥今天人在台北 所以漁船沒得動 那邊洛杉風景 最近好像要特別大 不太適合開船 所以它就停在那邊 但是你就看到那邊的樹啊 山啊 海啊 就覺得哇 彷彿自己就到東港一樣 真的是太開心了 來 開動 我們先來拍這個弄破蛋的畫面吧 沒有吃過 就是 生魚片 然後配生蛋 通常都只有吃 雞肉那種 或是牛丼啊 好 阿你已經攪開了嘛 阿你先去準備你的 好 那我要來吃我的東西了 第一口呢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金蒼嘛 海金蒼 你也沒吃過吧 多大一片 搞得像雞胸肉一樣 嗯 不管了 先開吃這個 你看海金蒼的口感是什麼 像鮭魚一樣入口即化 它是 它有嚼勁的 它是綿密的 然後再帶一點點它的 有點它的韌性在 重點是 重點 我覺得口感已經不重要了 它超甜的 你有感受到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沒有啊 我還沒有吃我怎麼感受 但是你竟然知道 它真的甜到爆 它是我今年吃過最甜的生魚片 好甜喔 阿你 我在等你啊 等我很久 這鍋魚真的厚 然後再裹蛋液嗎 對 然後 哇 哇 好新鮮喔 喔 我怎麼可以 聽到烤烤烤的聲音啊 第一次聽到 有人吃鮭魚吃到烤烤烤的 喔 原來 生魚片沾那個 蛋汁是這種味道 好香喔 很香嗎 嗯 那我也要來 我就是先沾芥末 然後再沾那個蛋汁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很奢侈耶 你就是有 又有鮭魚卵 然後鮭魚 然後獲著蛋液 然後再加上這樣子 就好像有一點奶油的感覺 我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很香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家的生魚片很新鮮 嗯 所以才會這樣子 好目前已經知道 這生魚片非常新鮮 但我期待這個很久了 它一上來我就好想吃喔 金鮮牌 嗯 嗯 是甚麼意思 嗯 因為剛剛 現在跟我們講解的時候 嗯 就有跟我們說 他們家的這個 金鮮 因為都是在海裡面養的關係 嗯 運動量很多 對 真的很像在吃豬排 但是又不會有豬排那麼難腰的感覺 都不會有那些筋啊 你就很像在吃超級嫩的炸豬排 而且它這個 都切得很厚 嗯 這個好爽喔 順便跟大家講解一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這邊除了那些冰箱的聲音之外 它很安靜 因為呢 他們想要讓客人好好享受在這邊吃東西 所以這邊有它的點餐步驟很可愛 你畫單 按旁邊的鈴 就會有人幫你點餐 點完餐之後他們就會消失 躲到裡面去忙他們的事情 留你自己一個在這邊 享受自由自在吃生魚片的那種氛圍 對 給客人很大的飲食 我覺得這樣蠻讚 因為有時候 點完餐吃飯的時候 好像跟老闆這樣很尬 大鹽燉瀟燕之類的 有時候蠻尷尬的 有時候如果店家又沒什麼客人的話 我覺得會蠻尷尬的 去講這種事要趕快吃一吃抖掉 沒錯 來繼續吧 你剛有吃這個嗎 有它真的是很綿密的口感耶 很甜又綿密 對 好奇怪喔 紅甘 紅甘 這就比較脆口一點 它真的怎麼打灰 再來我來吃吃看這個沾麵好了 反正生魚片都一樣嘛 但我想要吃吃看它的烏龍麵厲不厲害 這個冰鎮過了 好吃 你快吃吃看 等一下我還沈溺在那個烏龍麵 它那個 它有帶一點黏性 就是會環繞在你的嘴巴口腔裡面 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喔 你吃吃看這烏龍麵 就單吃那烏龍麵就好了 它這個一定有好好的冰鎮過 超級清爽Q彈的 好Q喔 很有嚼勁 我發現那個味噌湯有夠好喝的 它裡面還有整塊的那個魚肉 就是不是很隨便的 烏龍麵就幾個豆腐 然後就幾個浪海帶這樣子 好猛喔 對 裡面料滿豐富的 對啊 滿滿的魚肉耶 好好吃喔 那魚肉也超好吃的 然後像我們今天吃的是 我的吃 丼飯 也是炸魚排跟生魚片 它是屬於單點的部分 那你也是可以再額外加60塊 就可以變成套餐 那後來就是有飯啊 湯跟小菜 這樣子 那如果你 欸 台北裡太遠 沒關係 你直接去東港 吃老牠 他們有些時候 會追蹤它的粉絲專業 它會 直接告訴你說 欸 什麼時候有他們的這個活動 他們 時不時會辦那種 直接帶你出海 去補這些魚 同時呢 你可以在船上 吃生魚片吃到飽的活動 看之後我們有沒有機會去參與一下 希望 希望 我好想去喔 好 那今天這個店家其實 就是食物呢也是開箱到這邊差不多了 他們的品項沒有到非常多 但真的都很讚 有夠讚 對啊 對對對 各種選擇都有 而且它這個 可以炙燒 所以如果你不吃生的 可以請點兩碗炙燒 有夠好吃 有夠厚 有夠新鮮 有夠甜 有夠自在 好啦 今天就是介紹到這邊 我們要繼續吃生魚片 我也不要說過我們之後 去東港出海的影片 大家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